当你有100万,连车位都未必买到 但现在100万便可买到市区楼,你心不心动呢? 有张广告,张贴在深水堡闹市 实用面积246尺 两房一厅的单位连租约受100万 记者经广告上的电话联络代理 他提供了几张屋内的相片 屋内装修简单,天花有黄色水積 墙身发黑、发黄,电线乱铺墙上 我们根据地址,去到单位 原来是位于9层堂楼再上一层的天台屋 大厦出入口有大闸,有照明光管,梯间干净未见垃圾 但走廊天花都有黄色水積 单位外面环境残舊,住了10年的租客对单位有这样的评价 经常有评价要清晨的信 这些我不敢说了,如果你住在这里 上面不搞过,你就没办法住 流水流到讲不出来 对于有天台屋放售,区内资深地产代理 就说绝不沾手 如果我估计地产代理应该不会做 因为知道是违规的,这个动作 纯粹是一个天台屋 它很通常是连在底下那一层 是同一张契是不可分割的 除非那些或者它的天台是公契 如果公契那些私人买买的 其实都是不行的 它没有契它买卖不到的,它没有契 因为律师流不会做 用一百万买一个随时被拆的单位 值不值得就见仁见智了 东网记者 吴秋夏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